政府将会向合资格的市民派5000元电子消费券 有商界就希望分两期,每次发放2500元 至于可不可以用于非政府指定用途 或者在买东西之后退货套现 有支付工具刑办商就表示 技术上可以按政府的要求设置消费券适用的范围 这间服装连锁店有提供电子支付 但是市民不习惯用白达通支付比较大金额的消费 一直没装白达通机 本身是立法会议员的负责人田北辰说 会加装更多电子支付工具 又希望政府分两次发放电子消费券 每次2500元会容许顾客夹份买 可能自己要补贴一些 都可以买到一些东西的 贵重那些 因为你可以两个人一起买的 送给爸爸妈妈 当局曾经表明 消费券是用来刺激零售餐饮市场 不可以用在交通、水电费等等 有政府选定的支付工具商说 技术上有能力按照政府要求 去设定消费券使用范围 政府有问过不同类型的行业 我们可不可以细分 我记得他们也有广告 比如外国网站 比如你去Amazon 那些是不行的 这些我想他都挺肯定的 如果用政府派的电子消费券 可不可以买东西之后退货套现 刑办商说工具本身已经有追踪功能 可以打击套现行为 田北辰就说 不少商户只是容许换货 不会退现金 但是也有其他商户退现金 变相可以用来套现 另外刑办商说 电子消费券使用期间 会豁免指定商户交易费 包括街市、小摊档等等 不担心优惠结束之后 商户会停用 认为下个月实施来港二 商户可以用同一个二维码 给270万香港活跃用户 和内地超过8亿用户使用 无线电视记者 闪志报导 出兑者接受 出兑者 dedication